相声大师朱德纲近年来定居花莲 也在花莲推广传统相声表演艺术 最近受施工所邀请担任种子教师相声研习课的讲师 许多学员都是慕名而来 而朱德纲也表示 在有限的课程中 要让校园的教师对相声有基本的认识和概念 更希望能够带动校园说相声的风气 相声大师朱德纲定居花莲 并且致力推广传统相声表演艺术 这次受花莲市工作邀请指导校园老师学习相声 而每位老师都是慕名而来 因为朱老师很有名啊 因为朱老师很厉害啊 因为我想要学相声 那我相信在好的老师的带领下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声高手 所以你之前有练习过还是有 没有 完全没有接触过 对 所以我是就是菜鸟 小白 但是我很想学习 因为我很仰慕朱德纲老师 这个下方今天不能剪掉 对啊 然后那个 而且能够有这个学习相声 免费学习相声的机会 其实非常的难得 因为参加他们的课程都是要花钱的 对 对啊 然后 也有念过相声 没有啊 没念过 因为我们是国文老师啊 对啊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学到一点 如何这个寓教娱乐啊 然后讲话有笑点啊 然后能够像也能够活络我们自己的教学 这一次研习课程只有十个小时 朱德纲希望可以让学员们对相声有基本的知识和概念 进而可以带动校园说相声的风气 这一次主要是开办是种子教师 所以说在种子这两个字来讲的话 主要就是希望利用十个小时短短的时间 先让老师们对于相声表演有个基本的认识 跟一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呢 怎么样去教小孩 怎么样去在学校里面去把这个东西给推广出去 我觉得利用这十个小时 主要的目的是放在这里 而不是让每个老师一定要会 一定要说得很好 但是他们至少要有概念 然后甚至于用这个概念 怎么样去训练小朋友 怎么样去挑适合的小朋友 来说相声 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这十个小时种子教师的一个最大的目的 朱德纲强调相声不只是表演艺术 还可以训练语言表达能力 对生活中的沟通交流或者是上台报告都很有帮助 他期盼把相声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来喜欢收相声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